各位同学,我们这一节就来比较一下我们已经学过的三种做数据聚合的方法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group命令 第二个是我们的流水线 第三个是我们的map reduce 那group命令的好处它比较简单 它就直接跟我们circle的语言里的group基本上是对应的 但是它的问题在于第一个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mongotDB不是可以sharding吗 一个数据可以分散到不同的server上去 那它不支持 那这两个都支持 但是以这个map reduce的支持的最好 这个pipeline虽然支持 但它处理的时候还是说在primary上处理 它把需要的数据从其他的这个sharding server都拿来 然后到primary里一起来汇总来处理 那我说的是目前的部分 它以后会不会改我也不知道了 然后这是sharding的问题 第二个咱们是输出的结构的问题 这group和pipeline都不支持这个输出的结果 大于16兆 它受到一个bisson 就单个bisson的这个限制 这都是不支持的 它们都是这种inline的输出 而这map reduce它可以提供这种输出的collection的这种方式 能比较完美的来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它们三个呢 还有一个就是共同的特点 就是都是对单个的collection来做操作 这个大家前面应该知道 就是db某个collection 然后map reduce或者是aggregate 但是map reduce 因为它有一个这个增量式的东西 这个incremental的这个东西 它俩是没有的 这造成说你可以把多个collection里的东西 多做map reduce 它只要它结果能是一致的 就是结构能一样的话 你能把它多个collection做map reduce 然后输出到一个表里 然后再做reduce再汇总 对吧 间接的实现了 就是我们可以多个collection 做这个数据聚合的一个功能 另外呢 map reduce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纯js来实现的 它非常的灵活 那我们pipeline呢 是定义好一个个的命令 这个有时候写起来有点费劲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东西 你可以pipeline写的话 这个效果 是 这个性能是明显好 过map reduce 这个大家可以试一下 当然因为这个 map reduce对这个sharding支持特别好 如果说你能够把这个数据很好 做sharding 然后因为数量特别大的话 我觉得有些情况下map reduce的性能可能还好于pipeline 真的大数据要pipeline 因为也受到这个内存的限制 还有输入结果的限制 它也不一定能满足你的需求 那在这里呢 我顺便把这个我们前面留过的一个作业给大家再讲解一下 就是推荐那个课程 根据你已有的课程 给你推荐一点新的课程 那我前面不是map reduce来做的 对不对 大家留了个作业 大家用这个流水线来做一下 这个是我的做法 比较容易啊 大家可以把这个 现在我这是六五步 你可以再缩减一个三四步 没有问题的 我这个就清楚 大家可以看一步步来做什么 第一步 我还是那个跟map reduce一模一样的思路 我把这个cname的先弄出来 就是把每个人选的kname 也是用一个map的这个小操作for map 然后我就把这个cosses拿出来 然后每个cost挑出来 然后拿它的cossname 存到这个cname里去 然后我再做一次project 这是一次project 这是一次project 这还有一个project 你看我一个流水线 我做三四project 那这个project拿什么呢 我拿它的名字 然后呢 我再新加了两个key 一个是这个交集的课程名字 一个是这个不同的课程名字 那这个就是用这个set intersection 我就把这是我传递的参数 现在这个人只选了一百芒果db 然后跟已有的cname做一个交集 然后这个呢 是两个set difference做一个差级 还有两个不同的 那也是cname和这个芒果db 这个其实他俩之间有这个顺序关系 这两个参数 如果调过来这个结果就不太一样了 大家可以有限就可以试一试 好 那我就得到它的交集和差级 然后呢 我再把这个 它的这个不同的这个 也可以叫补集吧 交集的补集 给它给展开 M1的一下 原来可能是你有两个不同的课 就展成两条记录 那不展开了吗 展开之后再做project 然后我就一样了 我就把这个intersection的name 取一个size有几个 再把cname取个size 两个除一下 算了它的分数 对吧 然后我再group 这group就是我这个不同的课的名字 就是芒果db java c 这个课的名字啊 分数做一个集合 就是具有一个 这个就是我来的reduce方法 就是这个 前面都是我在map中做的事 这个是不用mapreduce 也能实现一个这样的功能 大家有兴趣可以把这个 再研究一下 看能不能再优化 再处理的更好 也更漂亮一点 好 我们这节课就在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